下面这位同学问 在《观无量寿经》讲到 修六念 六念是指的什么 《观无量寿佛经》有讲到 修行六念 这也是属于九品往生的 一种修行方法 六念听好了 就是念佛念法念生 这三个好记念三宝 后面念戒 持戒的戒 念诗 不诗的诗 念天 隆天护法 诸天善人的天 前面三个 我们听得多 念佛念法念生 念阿弥陀佛 念佛所说的法 念廉持海会 诗大菩萨 圣贤身 念戒呢 念佛陀的教诲 修行的原则 念诗呢 念念欢喜 不诗付出 欢喜不诗啊 就是念念 前面念佛念法念念建 念佛念法念生念建 而后呢 在生活中 欢喜付出 念念明白了 念天呢 天人 天人中 天人中 有不少 是诸大菩萨 映画 以天人的身份 在护持佛法 落实佛法 我们 向他们学习 天离人近一点 有这个意味在里面 我们可以向诸间 学习护持佛法 落实佛法 这是一种修行方法 感谢观看